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来到了全新的一年群星的一个月 但是我们抗这个病毒仍然没有减 所以大家还是非常地照顾我们自身的健康 那特别今天在课题当中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的就是这个 护肺的这个圣品就是木耳 是的 木耳有黑木耳有白木耳 哪一种的这个颜色的木耳 它的那个护肺的功效比较大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了 一起来看看 呼吸功能是由肺部所掌管 在这疫情期间 肺部也成了新冠病毒主要攻击的器官 因此护肺此时此刻显得格外重要 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护肺就该从食疗养生或调理开始做起 而被视为护肺盛品的木耳更是备受追捧 但黑白木耳是否皆具有护肺润肺功效呢 今天就一起来从中医学及营养学的角度 来了解黑白木耳的功效与营养成分 吸收木耳的营养精髓吧 好的 今天和我们视频连线的有中医师 是余秀娟医师 余医师 你好 余医师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余医师 今天我们来谈木耳 那先跟我们说说 其实这个黑白木耳都有这个润肺的功效吗 对的 其实黑白木耳它们都有润肺的功效 只是这个白木耳比黑木耳润肺的功效来得强 那黑木耳是强在哪方面呢 黑木耳基本上它能够有这个白木耳 它的那个润肺功效会强过这个黑木耳 然后白木耳本身它是有滋阴的功效的 白木耳本身这两个木耳无论黑白都好 它们的性味都是相同的 它们是性贫 胃 肝 然后淡 对的 老师 所谓的这个蛋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内容吗 对 比如好像昨晚我也煮了黑木耳来吃 所以这个木耳它的味道也不苦 它也没什么味道的 就是在我们的药膳里面 我们加了调味料 所以才会形成这个木耳有它的味道在那边 所以木耳本身 对 是的 那老师 那如果说白木耳比较强在润肺护肺 黑木耳的功效又是什么呢 黑木耳它有一个名称就是身体的轻到后 然后对于减肥或者是血管硬化 胆固醇高的病人来说 其实黑木耳是非常好的一个圣品来的 它有一种说法就是黑色的食材都可以补血 黑木耳有没有这样的功效 黑木耳它是我们讲它以它这个颜色来说 和它本身具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 所以如果你说补血 其实它还不至于达到补血 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水溶性纤维 它能够促进这个肠胃的褥动 然后帮助这个粪便成型 所以减少脂肪的吸收 所以对于减肥的人来说 多次黑木耳其实是不错的 那还有听说有什么粮穴和止穴的功效 那其实这两者又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什么是粮穴 什么又是止穴 其实粮穴和止穴是怎么样解释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所以我们来看看 老师在准备教材是吗 对 其实粮穴止穴就是在于我们讲 比如好像可以治疗什么问题 比如好像以下有列出来 就是肺牢卡血 这个肺牢卡血呢 其实身体表现出来是一种肺比较阴虚 因为阴虚就是阳抗嘛 就是身体属于一种比较虚火的症状 所以稍微穴一穴呢 就是我们讲肺里面的 这些支气管它都会破裂 就会有血出来嘛 所以这个血就会卡出来 然后针对这一方面都可以用木耳 都可以用这个黑木耳 都可以吃黑木耳 然后治疑风漏或者是血粒 排便出血和治疗出血 这些都可以吃黑木耳 来帮助作为一个药膳 或者是一个辅助品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针对这几个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就是说假设有治疗出血的问题 它吃了黑木耳之后 可以帮忙止血是吗 当然这个治疗来说 也要看它的严重性 治疗也就有分为内治外治 然后也要看出血的程度的 比如这个病患呢 它自伤出血了几天 然后它还不能够收口的话呢 当然如果是黑木耳 是作为药膳可以帮助 但是真正还是需要去寻求治疗了 因为它流血太多了嘛 因为可能它里面的状态 会比较不理想了 或者是身体的体质 影响到这个血流不止 这个可能就需要去寻求帮助 医生的帮助 但是在平时的药膳 可以多吃这个黑木耳 基本上可以协助这个药 发挥疗效 这样子把这个患者 就没有这样辛苦了 好 了解 那我们了解过了黑木耳 我们来谈谈白木耳吧 那白木耳我们都说 刚才老师有提到 它那个润肺的功效 其实是比黑木耳来得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不是它那个滋阴的 那个部分会比较高呢 对的 然后白木耳呢 基本上它可以滋阴嫩肺 养胃圣经 炎缓衰老 它是一个美容养颜的圣品来的 就我们说它是穷人的燕窝 燕窝一般不贵嘛 对这个白木耳呢 是穷人的燕窝 有一个这样子的名称 然后白木耳呢 基本上它就是有以下的功效 所以当这个肺能够滋阴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不 身体就不会这样热 然后喉咙也不会这样干 然后白木耳呢 基本上我们来解释一下 它是生长在这个枯木里面的 一个叫症菌 它是使用症菌 可以使用的一个症菌类来的 所以你看它枯木都已经是没有营养了嘛 但是这个白木耳还依然这么灿烂 能够供给我们饮用使用 所以它其实就是很多精华 就是在这个白色的木耳这边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白木耳它是对于我们身体 是有很好的一个 我们讲可以增加抵抗力也好 或者是抗自由基这些功效 都可以说的 老师刚才在那个功效里头 白木耳我有看到一个补皮开胃 也就是说其实多吃白木耳 可以见我们的脾胃吗 对 一般上白木耳 好像比如我们的膳食 马来西亚的饮食 多数都是比较辛辣 辛辣 天炸 或者有时天气太热 对 重口味或者是一些扒 所以很多人都是口味比较重了 所以当这个这样子的食物 吃进我们的脾胃 我们的脾胃就会有一种虚火 一种热的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时常吃这个银耳 就是白木耳其实就是银耳 然后可以加一些白果 那些玉米 其实对我们整个身体的那种 都会有帮助的 所以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养胃 是因为有作用 对 那余医师 人人都适合吃木耳吗 我们先说黑木耳好了 有没有哪一些人群 是特别适合吃 或者要多吃的 比如好像胆固醇过高的 或者是血管硬化的 或者是有一些好像 心脑血管疾病的 中风之类的 其实都适合吃这个黑木耳的 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的食物那边 就可以加一些黑木耳式 就适量吃 所以我觉得都没大问题的 当然这个是针对这两个 两个就是中风患者 和这个高血压患者 但是一般的我们一般的人 其实都可以吃 只是不要过量 当然黑木耳可以吃 有些人也是不可以吃的 待会儿我们就会 待会儿我们就会有看到 什么人是不适合吃黑木耳的 对 那在这里 我们就直接就请医师 来告诉我们好了 如果是女性来说 因为刚才有说可以通血 那如果是女性近期的时候 是不是比较不适合吃黑木耳呢 对 其实吃黑木耳也是有一些经济的 比如我们说 近期前后的人不适合吃 就是女性来说 或者是一些手术前后的患者 也是不大鼓励 或者是实际上很容易拉肚子的人 也是不大鼓励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凝血问题的人 也是不大鼓励的 所以是四类类型的 对 是 容易护腹泻的人 为什么他不宜多吃黑木耳 因为黑木耳不是性贫吗 它应该不是含粮的食物嘛 对不对 对 它不是含粮 但是刚才有讲了 因为它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 这些纤维呢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嘛 所以可以帮助这个分变成型嘛 因为纤维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就是纤维它可以 自作纤维就可以通变嘛 所以一路来有腹泻状态的 或者是时常会很容易拉肚子的 这个木耳呢 其实就是不鼓励吃太多了 它可能会加重它这个腹泻的情况 那就麻烦了 对 而且特别我们看到 那个木耳里头有一些粘液 特别是白木耳 那白木耳这个粘液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润肠 对 这个白木耳呢 其实呢 它有大量的 我们叫做粘液蛋白 它这个粘液蛋白呢 其实就类似我们所讲的 好像粘液蛋白 类似胶原蛋白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胶原蛋白呢 基本上呢 当然白木耳这个吃的 它也是会有滋阴 养胃 滋阴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排便的 所以很适合一些便秘的人吃 对不对 对 对 但是要多数呢 我们说这个银耳或者是白木耳呢 可以养颜美容 所以要养颜 要美容的女士们呢 可以常吃这个白木耳 或者是这个银耳 对 是非常好的一个 也不会很 价位也不会很高的一个 我们讲一个食材 对 是 有禁忌人群吗 吃白木耳的话 白木耳呢 基本上呢 不适合吃的人群 有比如外感风寒的人 外感风寒 或者是糖室内主的人 或者是脾胃比较虚寒的人 或者是对白木耳过敏的人都不适合吃 对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糖室 我们刚才讲的糖室内主 这个糖室呢 我们讲马来西亚的人民多数呢 身体都有适而热的 所以这个糖室这两个字来解释呢 表示呢 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呢 就是糖室就是寒气比较重的 适气多过热的 所以当适气多过热的时候呢 往往呢 就会造成身体含水分很多的意思啦 我们有说水分很多 然后这个白木耳呢 本身它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讲就算我们平时的煮菜啊 煮一些白色的菜啊 大白菜也好啊 不可能要放一些姜 来制作这个白色这个菜的含性嘛 所以呢 这个糖室内主的一些患者呢 如果吃多白木耳的话 它们会造成它们的糖会更加多的 或者是酥更加多的 如果在于女性来说 可能就白带会来很多啊 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 磕瘦很多糖啊 有泡沫糖的患者啊 可能就会更加引进它们很多糖的 所以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 英文讲药食童烟嘛 虽然它是食物 但是呢 你一直吃 因为它很好嘛 你一直吃 五不吉必烦嘛 所以呢 其实任何的东西都要适量 或者是针对性 它就可以取到恰恰好的好处 又能够治疗 又可以发挥到很大的疗效 真的 所以老师刚才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恰恰好 刚刚好就是最好 对不对 是 所以稍后呢 我们医师呢还会继续地来跟我们聊 关于这个有一些血味啊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养肺的部分 那稍后回来呢 我们将会有营养师来跟我们介绍 到底黑末 白末里头它的营养成分 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希望别走开 欢迎回来 那这个时候马上要从西方的营养学观点 来谈谈木耳的营养价值 我们要和许杰新 Jessica老师来视讯连线 欢迎 Jessica老师 嗨 Jessic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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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们先来聊聊 其实如果是说木耳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黑末 白末 那两者之间 其实它们的营养功效的话 会不会差别很大呢 其实黑末耳和白末 它们算是属于同一个甲族的人 所以营养成分上的功效 不会差异太大的 那差异在哪里呢 微小的差异 其实微小的差异就在于 可能黑末耳它的这个热量 会比白末耳稍微高一点点而已 然后再来还有碳水化合物方面的话 是白末耳偏高一点 再来蛋白质就是黑末耳偏高 然后脂肪是白末耳偏高 矿物质成分是黑末耳偏高 但其实你看到那个树质上的差异 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 那老师想请教一下 那其实很多人都说 这个木耳它是平民的燕窝 那它真正的最大的营养价值在哪里 好 其实木耳它最大的营养价值 在于它的多糖体 好 多糖体这个东西 它就是简单来讲说 它就是纤维素fiber来的 我们这样子来说好了 像多糖它是糖嘛 所以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 然后碳水化合物 这个糖类它又分成单糖和多糖 所以我们在木耳里面看到的是多糖 多糖基本上它就是纤维素来的 像如果大糖 一般上我们鼓励大家少吃的那种白糖 或者是很甜糖分很高的 就属于单糖类的 因为这些单糖类它会让你的血糖 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 但多糖类不会 比如讲说黑木耳和白木耳里面的多糖都不会 所以我们能简称它这个多糖体叫做纤维量 对吗 就感觉它就蔬菜类也会有的那种纤维 对对 可是因为纤维有了很多种 像在黑木耳跟白木耳里面 这个多糖跟蔬菜里面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老师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木耳 它可以降胆固醇的这个功效 其实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多糖体吗 是是确实 它降胆固醇的功效 就是因为当你吃进去这食物下去的时候 因为纤维素其实是它不容易被我们的肠道消化 所以这个纤维素它就会跟胆固醇结合在一起 它黏住它 然后胆固醇就会被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肠道重新收回去进入到血液 也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达到 降胆固醇的功效 那按错话说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了 是是是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或者是脑血管 那我还有看到一些报道 据说这个布尔还有那个高吗 共同的这个功效就是抗肿瘤 可以这么厉害 对其实它现在有一些保健瓶里或者是药物里面 它们会通过磨屋类去萃取这些多糖出来 然后过后去达到抗肿瘤的功效 确实是有的 有这样子的工具研究 也是因为多糖体在发挥作用吗老师 对因为多糖体大部分大约60到70% 所以大部分的功效都是因为这个多糖体 那如果以白木耳来说 它还有护肤和保湿美白的作用 是是是所以白木耳就是多吃 大家说它有滋润的功效 然后对皮肤很好 所以像有一些市售的这个护肤品里面 它们也是会从黑木耳这个白木耳里面 去萃取里面的多糖出来 放进护肤品去达到这个护肤保湿的功效 保护脑细胞又怎么一回事呢老师 保护脑细胞的话就是比如讲说 因为它的这个抗氧化剂 其实它除了 就是黑白木耳它有很多的很有益的成分 其中一个就是抗氧化剂 所以这个抗氧化剂的话 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脑细胞 不会被次有机破坏 所以就是这样子达到保护的功效 了解 那其实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它们两者之间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它的那个功效会不会区别很大呢 比如说可能是白木耳 它比如多在那个美容圣品上 而可能黑木耳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 也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 对 我们简单来讲可以这样子分类 那老师 其实很多人都说 现在在流行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肠道的肠群要平衡 这个多糖体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的肠群 就是异菌和这个亥菌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吗 可以可以 因为其实这个黑白木耳它的多糖 它是我们肠道里面一生菌的食物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 哦 我要在饮食里面或者是吃一些补助品 要补助PROBATIC 补助这个益生菌 但大家要记得的是你吃了这个益生菌 但你没有给它食物 还是会被饿死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有这个益生菌 所以你吃黑白木耳它们能够作为这个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意思是讲说你吃这些多糖来讲 你的肠道里面的好的细菌 所以当你的好的细菌的数量增加 然后它跟这个坏细菌之间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话 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免疫力很好 所以当你的肠道里面 它坏的细菌比好的细菌多 就会导致你一个下降 就是生病了容易感冒 有不舒服的状态了 也就是说你整个肠道的整个环境 是属于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底下 是不是 那你的免疫力就会上升了 是 那老师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些雪耳 我们讲木耳 都叫雪耳 它都是干品居多 是吗 有没有人吃生鲜品的 应该是不可以吧 对 因为菌类 是 我们不介意吃生吃 就是如果你要用来凉拌的话 也会介意你在吃之前 先用热水汤烫过 比较好 了解 那如果我们选这些干品的话 应该怎么选呢 好 干品的话 基本上它其实木耳它是很轻 然后它的叶片是很薄的 然后它就有铁区 然后而且你看得到就是干品 它会是一面黑色 另外一面是灰色 但如果你泡发之后 它就会整朵变成黑色了 然后你拿起来闻的话 它不会有很嗆鼻的味道 所以那个白色是无害的 我每一次洗黑木耳的时候 我就拼命搓 拼命搓 其实是不用了 泡水它就会直接没有掉 是这样吗 是 它干品就会有这样子的颜色 如果白木耳呢 白木耳很多人都说要买那种雪白雪白的 后来又有人说那个可能会有漂白水 是这样吗 是 可是漂白它不是用漂白水来漂白 就如果真的是要看到很白很白的木耳 它可能是经过用硫磺来熏制 然后它就会变成非常的白 所以大家看到干品的时候它很白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通常干品的白木耳它是偏黄的 所以它不可能雪亮雪亮的颜色 它是偏黄和半透明色 那如果过于雪白就很可能是处理过的 那黑木耳呢 如果假的黑木耳有吗 在市面上 假的木耳在市面上是有的 但其实在马来西亚会比较少见 在中国会比较常见有假的木耳 就是它的状态是会怎么样 它会掺杂什么呢 好 我们前面讲到其实木耳 就是它干品的时候 它干的时候是它的叶片是比较薄 但是如果是假木耳的话 它的叶片是比较厚 然后它就比较少卷居 就比较厚 肥大 再来它的重量会比较重 因为其实干品的黑木耳你拿起来的话 它的重量是很轻 很薄的 像如果是假的黑木耳它会比较重 然后重量会比较重 然后看起来会比较厚 然后如果它们经过一些加工的话 放了一些成分进去 它会有一些咸味 甜味或者是苦涩的味道 那些是什么不良的成分啊 老师 其他的物质会是什么 对 所以如果要造假做这个假模的话 通常它们是可能会加入一些糖 盐 面粉 淀粉 然后这些可能还是比较偏软的成分 但是如果是一些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 就比如讲说可能它们会用石剑 会用鸣帆 会用硫酸酶 或者是泥沙都有 老师 这个鸣帆我看那些宫廷剧有讲过 什么吃了白帆 鸣帆之后会腹泻是吗 是 是 因为它毕竟是化学成分 而且它是工业化学成分 所以一些造假人物 就是他们加入了这些成分之后 是为了要让它加工出来之后的颜色 跟色泽很漂亮 很黑 但是吃进身体了之后 它就会造成一些不重要 然后这些化学加工成分 就是吃进身体之后 就不容易被身体排出来 会变成毒素 了解 那如果我们可能 我们可以在清洗的过程 把这些化学的物质给清除掉的吗 其实如果是买到甲木耳的话 你在泡发的过程中 你就会看到那个水 它是很浊的 朦朦的 如果是我们整的木耳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泡发之后 它是不会回作 就是它水应该是透明干净的 明白 所以尤其要买 对 稍后 Jessica将会教我们 如何来进行处理的这个部分 是 尤其是要买那些进口的木耳 可能要特别地小心 因为马来西亚的问题比较少一点 进口的可能要注意了 好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先来看看我们距离农历新年 还剩下大概12天的时间 这个新春的发型给男生的 有什么建议呢 当然是发型在每一年里面 大致上都是跑来跑去 都是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但今年会注重在 是发社那一部分里面 我设计的就是它的发型里面 我还是制作韩式的一些造型里面 但是发色里面 因为像今年流行的 就是有带灰和朦胧的感觉 我懒得一个就是 就比较朦胧的blow color 那就不会说因为太明显 而我认为它太暗 它是在中间的发色上 那也显得看得比较时尚一点 今年会流行很多不同发色 我最建议看你的肤色 我来去配搭一个不同颜色 然后今天这个模特儿 因为它是男生 它肤色带的比较暗 所以我就懒了一个灰棕色给它 所以我是希望可以提亮它的肤色 然后就看得比较精神一点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灰棕色在那一边 2020年和2021年 比如说你刚才看到男士里面 我跟他做了一些造型 每天都要是这么去烫法 或者是要拿一个氧价去夹它 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一个叫做干夹烫 因为干夹烫你烫了之后 你回家你只需要洗耳头打干 你查一下WAS 它就会有这个造型出来了 然后比较方便自己去打理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探一个干夹烫 然后发型里面 我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走航风一点的发型 如果你的肤色是男生肤色 如果是比较白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可以来一下 这是奶茶色 灰金色 或者是亚麻金 这种颜色都可以带到别人的白 每个肤色里面 我相信你可以去问你的发型师 你的肤色 现在流行的发色 也适合在你的肤色里面 那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对于这个木耳的处理方式嘛 刚才老师有说如果是我们可能我们的肤色里面 泡发的过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水 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就可以决定说 就知道这个木耳 可能有没有经过一些加工的处理 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物质在里头 那如果是我们浸泡的过程 老师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好 像黑木耳泡发的过程中的话 因为其实它是属于菌菇类 它还是会容易准生细菌的 所以建议大家在泡发的过程中里面 把它放水了之后 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 然后建议大家放冰箱冷藏泡发 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就够了 不需要太长时间 那为什么要进入 要把它冷藏呢 就是再放在冰箱里头泡发 这个过程是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妈妈帮我们做这个木耳的时候 都是放在厨房料理台隔夜而已 对 因为其实你放在水里面 就是讲到水分充足 然后你放在室温 就是室温的情况下是非常适合细菌滋涨的 所以你放在冷藏的话 它那个气温温度比较低 所以就能够减缓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 这样 那即使是放冰箱也只能限一到两个小时的 浸泡时间而已 对 就尽量不要浸泡太长 因为其实一两个小时就已经足够让它泡发了 所以以前妈妈那种隔夜浸泡我们都做错了 对吧 不接力 那白莫尔跟黑莫尔浸泡时间有长短之分吗 没有 就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就够都是一样的 这个不可以超过四个小时 就最多了 如果忘记的话 对 也要四个小时内弄起来 因为木耳它还是一种菌类 就避免它可能会容易增长这种细菌 那老师我们在泡发的过程 然后这个水可能它就是会有一种浑浊 或者是它很清澈的 我们就知道这个木耳的那个油来到底是不是真 或者是伪了 那老师 如果这个水的话 我们通常是不要就是丢弃了吧 对不对 对 那个水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老师 我再请教一下 那些木耳 其实我泡的时候 我洗的时候很仔细 那些有边边角角不美丽的颜色 我都会把它剪掉 需要这么麻烦吗 其实 你讲的不美丽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字 黄黄的 干干 尤其白木耳 它有很多那种字的感觉 我都会把它涂掉 或者剪掉 就挖掉 那个一点点黑黑黄黄的 是不好的吗 其实 因为它是 它就是跟普通模糊一样的 还是会有一些杂质在 而且那些杂质是不影响的 可是如果你觉得不美观的话 是可以把它削除掉的 了解 这个是完美主义的 那还有一点呢 特别是白木耳 你知道 因为买回来它是整颗 然后通常它中间会有一颗 中间那个芯会连着整半 那我们那个芯是要整个拿掉 还是说我们可以保留呢 其实它的芯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功效 那可以吃吗 那个 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吃的 而且它那个芯它基本上就讲说 这一颗木耳附着在它身上 那个树木上面的那个根而已 对 好了 那如果是煮的话 老师会建议我们怎么煮法 比较可以保留它的营养 因为有时候我们例如黑黄 我们会下去做热炒 那营养会流失很多吗 不会 如果木耳又来热炒的话 它也是同样不会被负害到太大 因为它蛋白质成分不高 主要平时我们担心一些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或者是一些维生素 含量比较维生素 实际含量高的 我们就会避免用太高的温去炒 但其实黑木耳 白木耳的话 你用温度高用热炒都没有问题的 那再来就是炖煮 炖煮就是比如我们煲糖水 老师 炖煮我们可以 黑白木耳掺着炖吗 什么 黑色和白色的木耳掺着炖 可以吗 可以 两个可以盛在一起的 没有问题 好 了解 那再来其实黑木耳还有另外一个 烹调方法 其实也是很适合凉拌的 但是是不建议生吃 所以凉拌一定要先汆烫 对吗 对 就是你把那个木耳泡发之后 如果你要用来凉拌的话 泡发了 先烫过 汆烫了之后才拿来凉拌 那个要烫两三分钟 还是要烫个十分钟之类的 时间就不需要太长 大概两三分钟就行了 好 那一般我们看到 妈妈煮黑木耳的时候 热炒的话 她都会混搭一些食材 一起来炒 那老师从营养学的角度 是会怎么建议我们 哪些食材比较好混搭呢 好 如果你就是吃黑木耳 或者是白木耳 你要达到某个特定的功效的话 这里可以建议大家 可以做这样子的搭配 比如说你拿凉拌 你可以搭番茄 或者是黄瓜 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帮助你达到瘦身的效果 然后促进肠道蠕动 然后再来 如果是白木耳的话 因为白木耳它本身 其实也有滋润养银的功效 所以拿来炖糖水的时候 可以搭配红杂跟枸杞一起 那老师其实是建议我们 每一天可以食用这个木耳吗 可以每天吃吗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每天吃都可以 因为它是属于蔬菜类 那怎么样避免它过量 会有过量的问题吗 过量的话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就是吃到太大量 就是 比如讲说 我们这样子来说一个分量 就是一个分量的蔬菜 或者是木耳的话 它就是一个拳头大小 就是它泡发之后一个拳头大小 所以大概如果你一餐 你要吃木耳的话 它一份就是一个拳头大小 这样子 那我尝超标 对 因为一吃一种 老师 我再问 如果我们可能吃过量的话 会不会导致不消化 因为好像刚才有提到 中医师有提到 就是可能他可以就是 帮我们健脾健胃 但是如果它太多的话 会不会可能会导致腹泻呢 它太多的话 因为其实它的纤维素含量很高 所以如果你吃太多 吃过量的话 它就会让你的肠道乳痛太快 然后就会导致消化不良的问题 那可能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虽然很可口 但是真的是那个分量拿捏在一个拳头 对 还是要佐量 因为真的有时候吃的话 你会吃到很爽 真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慎吃 对不对 是 非常感谢我们的营养食 谢谢 Jessica 谢谢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八八六十四的Rick们 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呢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瓦贼刘德华呢 就是成为了这个央视新闻 唯一关注的艺人 到底他在哪一个平台关注他 等一下告诉你 再来我们的这个新歌 那个单元也会送上这个 Riota片商量他的新歌给你听 还有 等一下也会有这个 本地的女艺人 老吉黑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跟大家来个视讯连线地 跟他聊聊天 所以你要三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Rick们 所以大家会记得守着爸爸六十四了 那同样的节目回来 我们将会有我们的余医师 来跟我们讲解 到底其实我们除了这个 木耳可以护肺之外 我们有一些穴位也可以帮助大家的 所以我们稍后我们就请余医师 属虎的朋友在健康运来说 近年龄因为应酬比较多 必须留意饮食以及健康状况 特别是在杨立的六月份里 需加强有关肝脏 眼睛 肠胃方面的保养 属虎的朋友在今年进入个匹疾态来 有贵人提拔 有望生殖加薪 生意兴容 吉祥的月份是杨立的八月和十月 因为有紫威 隆德 福星高照 所以这一年来说财来自有方 然而也必须小心过度的耗财 尤其是在杨立的二 六 八月份里 必须理智的理财 尤其是当心因为异性的事故而导致损财 吉利的月份是杨立的十月 对属虎的学子来说 今年里因为人缘特别好 能够得到成绩更好的异性同学的鼓励和帮助 有望在学业上大跃进 因为今年有桃花兴旺 人缘特别好 爱情也特别得意 可以进一步考虑结婚 订婚 在这一年里也比较容易怀孕 可以生男宝宝 所以喜事重重 已婚者需提防第三者或者烂桃花的出现 容易产生误会 甚至引起家庭的纠纷 在今年里疏忽的朋友不要贪 在家中的南方摆设一些绿色的物件 能够吹动贵人的集气 讲到养肺护肺除了从营养学的观点来进行之外 其实中医对学位按摩方面也颇有研究的 我们继续跟余医师来连线 秀娟医师 秀娟医师 还有在 你好 从中医的这个角度 哪一些穴位特别能够在按摩之后 有护肺的功效 对 首先我们先以这个中医润肺 怎样去解释肺脏腑 然后肺其实在现代解剖学来说 它就是位于我们的胸腔 然后左右各一 然后从解剖位置来看 这个肺它是五脏六腑里面最高的一个脏腑 然后有这个华盖之称 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 《灵书九真论》里面有说到 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 意思是说这个肺它是居最高的位置 足水 所以有水之上源的称呼 就如我们平时洗澡的花灑那样 它能够平均把水液分布到全身 然后再来这个肺在中医的理论来说 它有宣发胃气在起表的作用 所以有保护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 免受外挟的那个清净 就以它的位置最高 还有就是宣发胃气的两大功能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脏腑来的 尤其是目前的这个疫情肆虐 大家更加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肺 首先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说说如何保护肺 第一个就是从这个经络的角度 经络的角度首先就是说 我们要按摩一些哪些穴位 可以加强我们这个肺的功能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肺经就是十二经络来说 它是叫手太阴肺经 然后手太阴肺经它经过的路线就是 我们讲胸走手 就是它的穴位图就是在这个图里面有看到了 就是它经过的地方有肺 有这个喉咙还有就是大肠 就最后的那个大肠那边 所以凡是所经过的地方 这些脏腑的联系都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们说可以通过外表就是我们讲经过 刺激什么穴位呢 可以达到腹会或者是能够清肠的作用呢 首先第一个穴位要介绍的就是尺折 尺折这个穴位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们的轴横纹的外侧端 轴横纹外侧端 然后这轴横纹外侧端呢 我们可以怎样去按摩它呢 就是用我们的拇指的指腹 我们的拇指的指腹呢就是去搓揉它 就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的 当你搓揉搓揉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就是会很酸的 对 酸脏麻麻 对的 酸脏麻的感觉 这个是第一个穴位 然后第二个穴位呢就是 我们讲第二个穴位接下来呢就是 什么穴位啊 金曲 对了 也会靠近手腕 对 手腕关节呢基本上有 金曲还有一个胎缘 这两个穴位都可以同时一起搓的 因为金曲和胎缘呢 你同时用我们的拇指的指腹去搓的话呢 基本上两个穴位都可以达到了 也就是用 就是用拇指的指腹呢 这样子轻轻去搓它 就是搓 就是搓 对老师 通常我们在按那个穴位的时候 我们是按 可是这个我们是搓 是比较不一样的吗 对 因为这边它的血管神经比较丰富 如果是死命案呢 是怕有些手 因为有些做家务比较多的 手腕关节都会有一些劳损 所以是不鼓励太过大力的 不可以太过大力 对 肘关节这个是可以按压 按压 它是一个关节嘛 所以是可以按压 然后呢 这个金曲和这个胎缘呢 就是搓揉 因为它是一个平面嘛 所以你搓揉它 就搓到什么呢 大概你是搓 你搓久了 它都会有红色了 你觉得它血循环了 这个对肺都会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一个呢 就是鱼剂 这个鱼剂呢 鱼剂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来的 鱼剂呢 就是在我们的大拇指的 这个 我们讲大鱼剂 我们的手掌呢 有身为大鱼剂和小鱼剂的 所以呢 我们都会怎样去保护我们的肺呢 通常我都会叫我的病人呢 就是整个拇指就是关注 就是大鱼剂 一直去戳它 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针对一些敏感的儿童啊 或者是鼻子敏感 或者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打分剂 这些人 这些病患来说呢 两个手和掌 就是在这个大鱼剂一直戳 就是向着这个顺时钟方向戳 一直戳 一直戳 你会觉得很热的 烫烫的那样子的 然后呢 就马上放在鼻梁的地方 放在鼻梁的地方 你就觉得鼻子呢 就马上都温了 然后过后呢 才起来 才起身了 过后呢 你的鼻子的那个敏感它就会改善 所以这个鱼剂呢 也是蛮容易操作 小孩 大人都可以操作的 都可以时常去戳它 任何时候都可以 对吧 除了早上之外 都可以 对 任何时候都可以 那早上是尤为重要 因为早上呢 我们起来的时候呢 针对一些比较过敏的人 或者是一些时常肺息比较弱的人呢 都可以戳它的大鱼剂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功能来的 是的 那刚才那张图啊 医师 我还看到这个拇指这边好像还有一个穴道是吗 也可以按摩 对 拇指呢 其实就是在指甲外端的地方 这个呢 有个穴位叫做哨伤 就是有一个穴位呢 对 哨伤 哨伤穴 这个哨伤穴呢 基本上呢 是治疗我们的 我们临床上呢 治疗什么呢 就是治疗咽喉痛 比如咽喉很痛呢 我们会在哨伤这边放血 当然 居家的话呢 可能放血会要关系 关系到卫生的方面 所以是不努力的 但是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用指甲 我们另外一个手拇指指断的指甲呢 一直去刺激它 一直去按它 你会觉得痛痛 很痛的 其实都蛮敏感的 你会觉得好像很不想按这样子的 对 当你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指甲一直去刺激它 就好像穴位刺激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一面吞口水 一面试一下 看看咽喉是不是好像比较改善 对 老师 所以这个它是暗的话 你好像会刺激你的唾液吗 就好像有点滋润的作用 是这样子吗 对的 因为它是我们讲经络循性来讲的 这个是卸肺 所以哨伤 你一直去刺激它 它会把身体的火气 一些虚火都把卸出来 当然我们医学上好像我们是放血 然后汽水血出 所以哨伤马上扎一个洞 它血出来 我们的这个烟红马上就不怎么疼了 所以这个居家来说呢 就是用你的指甲去折它 去按它就行了 对 但是也要看 对 因为如果是糖尿病患者 他们可能指甲比较尖 可能一直去刺激 因为认为很好 它等下有折破就麻烦 所以还是要注意的 如果是血糖比较高还是要注意的 对 了解 或者是可能当下火气比较重的时候 可以去按这个 把它卸掉也是可以吗 对不对 可以的 对 除了学位按摩 余医师 我们还有中医的哪一些药膳可以帮助护肺吗 对 还有的 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两个药膳 一个是甜的 一个是咸的 甜的就是我们一般包的那个好像糖水之类的 然后可以用的食材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白木耳和百合 这两个药材都是属于白色的 然后白木耳和这个百合 就像百合本身的功能就是有清新安身的作用 然后刚才白木耳有讲了它可以论肺子嗑 有养胃之音的作用 养胃之音的作用 然后我们讲现在的疫情呢 多多少少除了肺气要保护 其实我们的身体的那种情绪 就是我们的肝气都是要保护的 所以这个清新安身真正就是适合 就现在这个药膳真正是可以适合现代的 所以你怎么样包呢 就是你就是去药店 就是你的食材你可以买一大包回来 然后回来过后呢 然后你就自己适量拿一点看多少人的分量 大概它的克数在于五六克到十克之间 然后你就可以加一些冰糖 加一些冰糖过后呢 就很好喝的一个甜品了 是 咸的呢 老师 咸的要怎么做 对 那个是药膳 咸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放什么食材呢 就是可以百合 冬瓜 淮山 或者加一些排骨 然后银饵也是可以加下去的 然后这个咸的这个呢 基本上呢 它是什么 就当做汤料的这样子 它可以补我们的脾胃啊 益气啊 然后又可以支营润肺的作用 因为这朋友加瘦肉啊 就是猪肉嘛 是吗 对 瘦肉或者排骨都行的 如果不要加也没问题了 其实瘦肉最主要是还有蛋白嘛 可能一些身体比较虚弱 可以补充一些蛋白之类的 如果不加也行的 只是呢 咸和这个甜来说呢 就是大家去争处 如果有糖的病患者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肥胖是 限制糖进入的啊 我们就完全可以加少量的足盐就可以了 对 就是看自己的口味而调 所以一甜一咸都是非常棒的这个药膳 所以在这个疫情非常时期啊 大家心火旺盛啊 然后或是想要那个健脾的话 这些药膳都可以多喝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余医师 谢谢余医师 好的 谢谢 好 那预告一下明天的主题好了 明天我们要谈一谈 因为现在行管令回来了嘛 对不对 那我本来看到那些商场 很多在打折扣的衣服 其中一个行业受到重大的冲击 因为不能开店 所以在这个行管令重启的时候 是大大的受创了 没错 可能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半年货嘛 所以现在的那个重启的行管令 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新年市场 非常地遇到了一个危机 或是走向低迷呢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地来探讨这个课题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一样的一些问题 都欢迎大家发简讯 进来 118-3700-792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了 再见 拜拜 普洱熟茶呢 基本上在大家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饮料 像是从1974-75年左右开始的 它在平饮那个方式的话呢 基本上是高温冲泡 而且使用的话呢是紫砂糊 一般叙述普洱茶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到 它与现在的苗树的汤色 可能有点相近 它的汤色是有带红楼明亮之类的 那么窝堆本身是制作普洱熟茶的一个手段 它需要的那个量呢 不是普通简单的 比如说一公斤啊 两公斤 三公斤的茶叶就可以做 它需要的可能是一吨 两吨 甚至三四吨的茶叶 这柄茶的话呢 它是使用了春茶 那么它的采摘时间的话呢 一般时间段可能是在早春的时间 初春的时候 大概是三月底啊 四月初开始 一直到可能到五月 都会有一些采摘的那个动作 而它采茶的话呢 它不一定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爱虫式的 它很多基本上都是属于桥木 春茶它会带香 它上面呢有一些细芽头 芽头本身的话呢 如果是在比较清绿的茶叶上 它是呈现比较银色的那种状态的 可是如果是熟茶的话呢 它会带一点金色 可是普洱茶的那种制作来说的话呢 它不可能单纯只是有芽头的 春天它不可能也只是长芽头 它一定有芽有叶 那么才那个整体的滋味呢 才会比较的丰富 泡开以后你会发觉到 芽叶本身是比较粗壮的 细细小小那可能是另外一种茶类 虽然它那个不是蒸蒸衣上的熟茶 可是现代来说的话呢 它也蛮贴近所谓 现在普洱茶的一个汤色的描述 一般都是带比较红浓明亮的感觉 香气的话呢 会带一点木香味 因为在经过一定的发酵以后的话呢 整体的变化已经达到一个比较稳定 已经有点木质化的感觉 口感呢也比较香甜 我们叫熟茶的甜香味 所以这款茶 其实喝起来是蛮不错的 春节期间 大家可能吃的会比较多 比较油腻 普洱熟茶的话呢 相对来说 对肠味吃鸡也比较小 而且也适合饭后的话呢 饮用 消油解腻 其实挺不错的 做一片吃鸡也比较小 小时的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